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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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游戏就是说 它对武器的弹药其实也限制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现在拿的是5.56毫米子弹的话 如果这把枪打到大概100米之外的话 弹头的碎裂性都消失了 就是说普通的子弹打到人身体之后呢 它的子弹会爆开 会碎开 这样导致就是说 医生很难从人的身体当中 把这个子弹取出来 因为都成弹片了 但是如果如果枪支 比如说5556的毫米子弹的那个枪支吧 如果这个枪支打的太远的话 这个子弹打到人身体之后呢 是子弹是不会裂开的 嗯 这是很多军事尝试了 我这边其实知道的并不是太多 就只能大概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录像刚开始的时候 游戏都有一点点卡 大概五分钟后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就主要是需要单人行动了 这儿呢就是本关游戏的第一个难点 嗯 我们知道这里我们单人行动的时候 敌方在对面山头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然后他每隔一二百米就有一个人在巡逻 然后他把他的包围圈逐渐缩小 就是说我们已经落入包围圈当中了 所以说如果要翻越这座山 去和Miller会合的话 必须打开一个缺口 而这个缺口呢是一个非常难打的地方 所以说这边我也是非常小心啊 一定要小心点 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下左边的那个对话 我也是把那个窗口调的大一些 这样的话字体大家看的比较清晰点 好这的话我打算用爬行的方式 同时把描具调到最大 这样的话能就是逐渐视野比较好 然后同时不容易被发现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红圈 然后要在这个幸存这个位置 需要爬过这座山 需要爬到对面去 然后这的话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难点啊 这关 嗯 说一下这款游戏它是为什么他的担任任务有有的人呢刚开始玩的时候会呃很快就过去 但是第二次玩的时候就过不去呢 因为他每个每次担任任务的时候电脑就是敌方刷的位置的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敌方巡逻的话有时候他会一两个人过来有时候会大批部队过来 所以说你每次遇到情况都不是太一样的呃我我之前玩的时候在这里的话遇到了大量的不对 那这次的话看到这里好像人不是太多 不过还是小心点尽量沿着树丛走尽量采用爬行的方式啊 然后这注意一下时刻注意远方的动态啊 这再看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现在暂时看不到一个人 但是敌方确实是在前线有一个包围圈的 所以说这里一定要小心过去看看啊 看看 好像听到远处有淡片的声音 但是暂时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的人呢 然后再看一下啊 还是前回第一人称吧 感觉第一人称这样更加趋于真实 而且更加方便战斗 可以看到呃现在这个人这个游戏当中人物是有体力的就是我们的背包越满他的体力下降的快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我走路已经喘气了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体力是不够了这里可以蹲在这里稍微回复一下体力然后同时看一下附近的情况 这的话打开背包也没什么东西然后体力不满的时候可以就是看感觉屏幕四周有稍微黑一点的黑圈 然后我这是通过NB键可以把望远镜拿出来然后通过望远镜呢可以大概看一下四周的情况 当然在这里的话 我也是稍微等了一下看是否有巡逻部队过来这的话一定要小心然后对面的山头一定要小心这个游戏因为它是物理沙盒所以说它的自由度太高你根本不知道不像什么使命召唤这些你根本不知道敌方在哪里 然后这一定要小心远方有个直升机暂时不用管爬在这个树丛中然后看到好像远方的上面有人我看果然有个我去好近啊 好两枪刚好弹架里有两发子弹直接打掉应该死掉了好一个 这个游戏如果第一张流程大家看的话就知道这个游戏其实它的难度是非常大是非常真实的不像之前玩的什么CS啊什么使命召唤那种一个人单挑几百人 这个上面经常是你一个人被对方一个人打死你这场游戏战当中如果能打到三到五个人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然后这的话我们采用爬行的状态既然开枪的话对方已经大概知道我的位置了所以说他们得他们的果然这里有人已经开始搜索了 但是他没有找到我 好打掉 好两个 这的话再走一下 现在的话等于是我打算就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 就是说从这个山头这里直接突破过去 但是敌方的包围圈也逐渐朝这个方向包围过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能停太久 停太久的话就是左侧和右侧敌人会包过来的 果然有人看到没 左侧有人包过来了 不过他没有发现我 因为我在草丛中趴着 幸好没有站起来 站起来死定了 不过他站起来 给点掉 为了以防万一先补几枪 因为他现在的时代背景是2035年 所以说这时候大家的那个防弹衣的防御力还是比较高的 经常打到身上的时候发现敌人抖一下 但是他并没有倒 表示他的防弹衣起作用了 包括我也有防弹衣 就是说敌人打我一枪的话 我不一定会死 但是如果我把防弹衣脱掉的话 你就明白了 基本上一枪就死 这的话再看一下 现在打掉三个 果然又有人包过来了 他在看这个尸体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他停下 等他停下 好 死掉 打掉 漂亮 好 那这样的话 等于是把这个突破口的两个人和左侧的两个人干掉 现在应该 没有人了吧 但是这个游戏没有绝对啊 所以说 不能掉以轻心 继续往过怕 再看一下啊 这的话我们采用匍匐的状态 当然爬行也是非常费体力的 爬行是比走路是要费体力的 这再看一下 我还是非常的近 哇 有人打我 过去 发向 还好我这里是趴的 还好 还好 他趴的时候 他开了几枪 因为我难度选的是普通 并不是什么专家级别 如果专家级别 刚才我已经死了 然后选的是普通 所以说 他的那个 他的命中率比较低 没有打死我 然后而且是 我是趴着状态 所以说他的 找弹点比较低 好 那这样的话 听到这个Miller的指挥的话 基本上 这个突破口 应该已经可以打开了 然后这的话 我存个挡 存个挡 以防万一 然后从这里 就是慢慢跑过来 对的 存挡之后呢 慢慢跑 然后依旧是 蹲子 蹲子的跑 不要站起来跑 站起来的话 目标太大 蹲子的话 因为他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草地 其实还是蛮有高度的 所以说 蹲子的话 其实这个草能 能掩护半个身子 然后当然站起来的话 就比较坑了 好 那我们从这边慢慢绕过去 飞机 小心 小心 这里小心 输一下 躲一下 躲一下飞机 这里AAF的飞机 其实也是在找我们的 不要以为 你大大大 走过去 飞机看不见你 有可能一个导弹 飞过来 你就死了 知道的话 这是刚才那个尸体 应该就没打掉了 好 左侧应该三个人 应该被清掉 应该他的包围圈 基本上是50到100米一个人 所以说 左侧清掉三个应该 剩下的人 应该离我比较远了 而且电脑的AI智商很高 他发现自己队友尸体之后 他的搜索范围会比较 比较慢 不会跑过来 他会逐渐蹲姿 或者爬过来来找你 所以说这块的话 尽量赶快走 他暂时应该是 不会袭击我们的 然后前方是120米 应该就是我们的营地了 我们过去找一下 和Miller会合 然后等于是这里 等于直接打开一个缺口 然后从这个突破 突破出来了 不过我们的好机友 那个队长被炸死了 然后这的话 就去和Miller会合 继续去寻找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 小队的幸存者 毕竟我们现在被 政府武装军 AAF袭击了 然后整个部队 全部失散 包括我们的根据地 都已经被炸掉了 所以说只能在这个岛上 去寻找 通过无形电 去寻找自己的队友 去重新组建一个 我们的根据地 好 然后这的话 通过无形电 可以看到Lancic 告诉我们 就是个大白建筑 就面前这个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自己人 所以说他刚刚招了下手 然后这的话 不要乱开枪 而这的话 这是队友 本身队友在这里 是一个聚集点 我们从这里 成功突破过来之后呢 在聚集点会合 然后大家就可以 一起来继续任务了 好 可以看到后面 顿了好几个人啊 好 与Brow会合 就是说这个是Brow小队 然后我们应该是属于Alpha小队 就说Brow小队和Alpha小队会合 然后这的话 我们就和队友一起行动了 因为单任务的话难度太高 单任务必须打出去先手 如果你被敌人先手发现 如果你打出后手 基本上就死了 所以说一定要打出先手 好 好那这的话 我们就跟着 应该是总共算上我们的话 总共是五名吧 五名一个斑马算是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 依旧是从前方走 去找另一个会合点 可以看到左侧 我们要去哪 into the forest 与英国人回色 啊又进树林 I just haven't had that much luck with him today 我们主角叫做Carrie 他又吐槽 又是又是树林 你在逗我 这的话敌方的直升机 小心点啊 这的话我们可以把枪 就是把射击姿态 改成那个跑步状态 这样的话能生点体力 好那现在的话 我们几个人就是朝树林当中走 这个游戏 它的任务非常好玩 就在于你刚开始玩 你第一次玩的话 可能觉得这里一个人没有 然后没事 但是第二次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一堆的人 然后我因为这个任务的话 我给大家录 应该都是第二遍了 第一遍的时候 我在这里遭遇了大量的伏击 包括前面一个难点 也是遭了一个大量伏击 不过这一次呢 我感觉应该 好像没有多少人啊 然后我们往前走 因为它是 电脑是整个一个大地图 然后每个地图 有每个区域 然后每个区域 大概分布多少兵力 这些兵力是通过一个 巡逻的姿态 然后我们走的话 如果刚好经过 他们的巡逻队的话 那就发生战斗了 如果他巡逻队刚过去 没有发现的话 那就直接穿过去 好现在的话 我们从这个山坡下来之后呢 又来到一片树林当中 然后这的话 要注意一下四周啊 这感觉危机四伏 因为树林当中 是打那个近战的 因为树林当中 巡逻也是非常多 因为直升机 是看不到树林的东西的 直升机只能巡逻 空旷地带 所以说一般步兵走的话 都走树林 然后这的话 我再存一个档 以防万一嘛 当然存档的话 你可以在设置那边设一下 本身这个游戏 它每一关 只能给你一个存档 然后你可以设置一下 把那个存档限制去掉 这样的话 就可以无限存档了 这也是方便录视频吗 万一死掉怎么办 好 那走了 切回第一人称视角看一下 这的话 时刻注意山两边的情况 好 这边的话 暂时没有看到人 然后我这个小队前进也非常的慢 然后这把枪的话 应该就是之前说过 就是MK14的一个改造版 也是一个口径比较大 然后伤害比较高 而且攻击距离比较远的一把枪 比较喜欢用 刚好在上一张一个敌方卫兵身上找到了 然后这边就不换了 然后可以看到右上角是有关子弹信息 它一个弹架应该是二十发子弹 然后现在手头还有两个弹架 其实弹药量并不是很多 然后手头还有一个手榴弹 高爆手榴弹 然后那个300表示归零 就是说我们现在枪支的归零是300 当然如果打更远的地方的话 可以调一下的 这一关其实并不是狙击 这一关主要是打中近距离的战斗 这小心点太安静了 我不喜欢这样太安静了 然后这的话 注意边走边找掩体 比如说这些树木 包括前面的石头等等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掩体 然后这的话 每次走一块的话 注意找 一旦发生战斗的话 首先找掩体 哇好安静啊 好 那我们继续走 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的人 就说你即便玩过 你也不知道这会不会遇敌 只能这样慢慢打了 慢慢摸索 所以说这个游戏自由度很高很高 然后包括对面的山头 山头都可以去看一下 小心点一定要小心 这的话让队友先走 我们因为我们的口径比较大 而且我们的子弹弹药量比较少 队友可以看到有个什么 机箱兵布箱兵等等 他的就是应该是属于近距离战斗的 我们属于中原距离吧 因为我们这个狙击镜是个十倍的 也是一个比较好用的镜子 然后对面的山头可以稍微看一下 包括对面山头是否有一些敌军的部队 包括一些载具等等 主要注意一下直升机 好 再走 这边侧面山头应该不会有人吧 好 慢慢摸过去 也是压力蛮大的 这再存一下 之前第一张很多人也看到 就是说经常是连人都看到没看见 直接被爆头经常的事 就是说如果我们打先手 先灭掉敌人的话 好说如果被敌人发现的话 真的很难很难打 所以说这个游戏其实是一个抢占制高点 抢占一个攻击点 以及抢占那个先手的一个游戏 就是说看谁先开枪 看谁先发现谁 看谁先开枪 刚才我单人伏击是能打那么成功 主要在于就是他没有发现我 然后我距离比较远 这个枪的口径比较大 包括准距比较远 然后这样的话 在他看到我之前已经干死他了 而且当时是趴着的 他并没有发现我 但是这个呢 我们需要从这突围过去 而且人数比较多 所以说肯定会 如果发现战斗的话 肯定会不会发现的 就是没办法摸过去了 这边就是所谓的刚正秒 然后听到战斗机和直升机的声音 这的话再注意一下 好看一下地图 我们这边从这个位置顺着箭头 应该再往过走 就是说距离还很长的 一定要猥琐 这个游戏一定要猥琐 他并不是一个向前冲锋 突突突的游戏 因为他太过于真实 所以说太容易死了 稍微再看一下 注意一下 时刻注意一下队友的动态 我们尽量打后手 当然从这开始的话 队友也会死的 第一关呢是任务需要 所以说我们的队长无敌 但是这一关开始呢 队友也是会死的 有人开枪了 前方100米有人开枪 这边趴下看一下 看一下弹痕 看一下头弹点 干掉了 不过有人负伤了 这地方我们找一个比较好的掩体 看到了 有队友标记了一个 这的话首先过来 过来找个掩体 设计点不太好 因为这个地方是凹下去的 所以说看不到几人 正在焦火 捉急 再走 慢慢过上来 慢慢不要急 慢慢上来 慢慢上来看一下 打得了 这个视野真的不好 测身 看到了 死掉 好被打掉了 那这的话还行 但是可以看到 有人死掉了 我们的三号队员阵亡 就是说这波 其实是一个惨剩 一换二吧 应该是 应该有两名敌军 然后我们这边死了一个 一换二 这的话看一下尸体 这是队友的尸体 这应该是一个 摸一下尸体 看一下 看一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装备上 就一把枪吗 MF-165 对待有环米那把枪 什么都没有 那行吧 走吧 我们起来 可以和队友会合一下 继续走 我第一遍打这里的时候 简直丧心病狂 第一遍这边 好多人能当吃 大概有 有一个斑马 大概有六七个人 然后这边当成惨剩 死了好几次 那这次过来呢 感觉应该是一个二 那巡逻小队 人道不是很多 好系统自动给了个存档 那继续走 据说每 你每一遍玩这个游戏的任务 每一遍都是不一样的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好 这看一下 这敌方的步枪兵 看一下他身上的 他身上 5.56毫米的MK20 这个不行 威力太低 然后这的话 迷彩背心里面 556的弹夹 然后包括手雷 我们这边的话 拿上 拿个手雷吧 然后把急油箱换一下 把急油箱换到包里 这样的话 身上能稍微空点 尽量不要让负载超过50% 不然的话 太费体力了 体力各种掉 好 这的话跟着部队走 继续走 跑一下 这的话继续走 看看 然后现在小队的话 现在应该是刚才 阵亡了两个吗 怎么就 然后这还有个敌人 就说我方阵亡两个 敌方阵亡应该有 也是两个 这的话 65毫米 MX6.5 这个也是个长运的枪 不过我更喜欢 我这个MK18 他的伤害更高 这的话 背心里什么都没有 然后米采弗里 有一个急油箱 没什么好拿呢 走了 然后现在 我现在缺的是 7.62毫米的子弹 7.62毫米子弹 现在只有两个弹夹 如果前方在发生 比较严重的交火的话 我怕我的子弹不够 这的话尽量 就是采用单发 不要吐吐 然后采用单发的模式 尽量慢慢走 这再看一下 然后我 又有人 小伤害 Snapper 击击手 150米 151米 十晚上在石头后面 这样首先 标一路出来还不错 这个点 我去我打中他 他也打中我了 我被军手打中了 我 100米 先打着 先用急油包 给他加一下血 然后这个治疗呢 他并不是说 直接直接加满血 他这个治疗只是 满飞 只是让你 让你不会疼痛 让你能继续战斗 但是不代表 你的血满了 如果再重力枪 就要死了 这个游戏很真实 他只是通过 给身上打了一针 然后这样的话 我现在可以 基本上就是 不疼了 可以继续战斗 但是 先存个档吧 但是这里的话 我们现在可能战斗 可能射击的时候 会产生守抖的效果 因为现在已经负伤了 已经负伤了 即便打了马 即便用了急油包 还是负伤状态 这的话 就爬过去了 我这 这个军手好厉害啊 我在掩体 掩体后面 这个弹痕是从右侧过来的 右侧还有人 不单单有那个标记点 是军手 右侧还有人 前方交给 那个 那个军手交给队友了 然后看一下右 他不出来 右侧应该是有人的 我们先跑一下 算了 这里靠这个处 应该右侧就可以等一下 然后这的话 我们朝前移一点 小心点 可以看到屏幕有点发红 就表示现在的话 他移动了 又被打中了 到底哪块有个点 到底在哪 先给自己打这马飞 再打这马飞 看到了 他刚露了个头 我去 不行 这张我打的不太好 我只顾打前面的这个 我只顾打前面这个狙击手了 应该侧面有人的 这边的话 他是通 他应该是556的那马 MX 然后我 和他对局 我就被狙死了 那好吧 那重新再来 还好之前存了个档 然后我们这边重新再来 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确实是 我现在选的难度 还是普通难度 就是说 敌人打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是一个重伤状态 如果是 如果是更高一级一点的难度的话 基本上一枪就死了 刚早就死了 刚第一下已经死了 这的话我们爬一下 找个比较好的掩体 然后右侧肯定有人 然后前面的狙击手的话 暂时不用管他 交给队友 然后找 找这里 对 找这里蹲石头后面 石头掩体要个比较 果然看到没 石头上一直有弹痕 石头有弹痕 就是说 哪里在打我 应该山坡上有人呢 山坡上或者山脚下有人呢 看一下 那个狙击手暂时不管 先看一下 看一下山脚 看一下山脚 这个狙击手这个位置 我们是打不到的 看一下山脚下 果然这里有人 刚才就是你是吧 好打掉 好 那这样的话 把右侧人干掉之后呢 我们就这边可以直接去找这个标记 标记到的这个狙击手了 队友会给你标记 但是不代表就只有这一个人啊 他只是发现这个人之后的标记了 然后旁边其他人的话也要注意 这的话注意一下两个 这边的话 右侧这个人打掉之后呢 就没有人干着我了 这的话我们把这个狙击手打一下 视野不太好 然后队友已经冲上去了 然后但是我不太敢冲 我不知道右侧是否有人 所以说只能慢慢往过一 交给前方那个交叉火力 对 这个游戏一定要形成交叉火力 并不是一个人的游戏 这个游戏并不是说 你一个人可以干死对方一个连那种的 需要就是队友掩护的 他在右侧形成交叉火力的时候 对方不敢露头 这样的话我可以跑过来 在这的话逐渐朝前移动 再看一下 看一下山坡上 那个交给队友 这的话替他掩护一下 山坡上是没有人的 然后右侧山脚下的话 这队友也看到了 应该也是没有人的 就说现在敌方的话 应该就只差前面这个标记点了 就这个狙击手了 我们过来看一下 我去怎么打我 趴过来 趴过来吧 然后我已经受伤了 可以让他屏幕变红 就说不能再中一弹 再中一弹基本上要挂了 已经说了很重的伤了 死了 我去 队友给了一下 好 平安的话 等于是下方这个人 形成火力掩护 上方那个人过去 把那个人干死了 就是说 一个三角的前进 就是我右方这个人 我右方这个人 就是形成火力压制 然后左边那个人 从山坡上把那个人干掉了 把狙击手干掉了 好 这的话再看一下 然后应该是没有人了吧 听见有人在喊 但是好像没有发现任何的人 然后听见直升机的声音 注意躲避一下直升机 趋速清 好的 出现这句话的话 就是表示暂时没有人了 然后直升机的话 不用管 因为我们在树林里面 他发现我们 继续移动 树木会帮我们掩护身形 这的话树林里面好处 就是说敌方的直升机 不会来攻击我们 让他走就可以了 好 走了 因为我们从下方看上方 感觉能看到飞机 但是飞机从上方看的话 这里是一片树林 它是看不进来的 这也是一个视野问题 好 那我们这里应该 肃清之后呢 我们过来找一下 对方那个狙击手的尸体 看它 它是什么狙 感觉打得好远 看有没有能拿一把 就是比较好的狙击镜 或者一把好枪 找不到了 不知道死哪了 算了 还是让这个队友先走吧 我切成第一人称 让他先走 因为我已经负伤了 好 再看一下 可以看到 现在准镜是晃得非常厉害 因为我受伤了 可以看到胳膊在抖 胳膊在抖 马飞只能起到镇定阻 就是打一针之后呢 可以让你暂时进入 暂时可以继续战斗 但是不代表能治好上 我这边需要医护兵来 彻底治好 但是医护兵已经死了 这套只能先这样 这样就是负伤走了 然后注意 注意用这个 准镜看一下 可以看到 有痛苦的深吟声 就表示还受伤状态 还在喊 感觉好疼的样子 这儿的话 暂时应该就只剩前方 这个领队和后方那个队友了 就是说我们总共六人小队吧 应该现在已经死了三 好 我们依旧穿过这个树林 应该路程的话 应该还差一点点 得再往前走点了 前方还是有枪声 有交火声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有军和敌军在交火 因为这个游戏的流程 是整个地图都在进行这样子 你哪怕不动 这个游戏的其他地方 流程还是会继续的 就是说你站这儿不动 这个过一会的话 敌军也会过来 不会说是像其他游戏那样 有什么checkpoint 就是一个出发点 没有出发点 就是说 它整个岛的一个防御体系 一个军事体系 都是在运行的 包括敌方的飞机 包括敌方的连队 包括班队 包括巡逻队等等 然后这儿的话 开地图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会合点 然后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应该离会合点已经不远了 不过不能大压 特别是对面山头得看一下 最怕就是对面山头有狙击手 这的话尽量沿着这个树盖 然后尽量沿着树盖走 如果有狙击手的话 能靠树挡一下 有时候对面的局势很准很准的 三万米万一枪爆头 弹夹的子弹的话 刚才那一波冲突 我只打了一个弹架 还没打光 所以说子弹的话 应该还有两个弹架 应该还够 这是对面山头 注意看一下 哇 这个手抖的好厉害啊 反正受伤还蛮严重的 可以看到这个准镜晃的 好严重啊 各种晃 好 那么剧走 感觉好危险啊 不过也感觉好真实啊 这个游戏就说 这就是这款游戏的魅力所在 真的感觉非常的爽 好 看一下啊 看一下对面的山头 MB键是可以打开这个望远镜 然后看一下对面的山头 有什么东西啊 暂时什么都没有发现 然后前方的话 应该也没有 这儿的话尽量让队长朝鲜走 我们这边打掩护 不要被一锅端去想 然后应该离根据地应该不远了 前方还是产生交火生啊 这个游戏我打第一遍的时候 在树林当中应该是预敌 只预敌一次 不过对方有一个班啊 非常厉害 几乎把我团灭了 之后就没有预敌呢 这次呢应该是预敌了两个巡逻队 还好 一个是三人小队 一个是两人小队 感觉还好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游戏刚开始 有时候第一遍玩很简单 第二遍很难 或者说 第一次过的时候 几乎没有任何压力 第二次的话 各种被各种轰炸 各种包夹 所以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游戏 当然后期的话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联机 包括沙河等等 就是说 一个沙河任务 就是说一张大地图 玩家都会进来 然后玩家想 比如说在这个地图中 炸一个军事设施等等 所有的玩家都是联机的 这样的话 打起来比较有意思 包括各种载具啊 飞机啊 坦克啊 包括军车等等 非常爽 不过那个 做那种任务的话 可能就是流程比较长了 任务比较冗长 可能打一局联机的话 可能需要半天一天的时间 需要时间很长 好 我们这里 从这里应该爬上山头 应该就可以汇合了 那这里就是最后的汇合点 当然 越离汇合点 越近的话 越要小心 这边再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状态呢 已经是无法跑步了 就是说 刚才受重症状态的话 现在只能采取走的状态了 无法跑步了 只能这样走了 然后尽量猫的身子吧 蹲起来 然后找右侧 找掩体 可以看到 左上角那个地方 有一个石头 是吧 我们从这里 朝左边走 尽量背靠掩体 对 然后从这猫上来看一下 哇 这个地方 哇 如果对方在这里埋伏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跪了 上来看看 小心点 小心点 把准具切成小准具 这有辆翻的车 这哪 这边没人 然后这的话 有两具尸体 应该是AAF的尸体 总算脱离了 然后我们在你们的位置附近了 已经会合了吗 好 这尸体可以先看一下 看一下尸体上有什么东西 这个尸体 它有个包 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包拿出来 战斗医护兵 它是个医疗兵 然后可以把它的556的枪就算了 然后把墨镜 也不要 我这边要一下 它的战地背包吧 甘蓝色背包 可以拿一下 好 其他的话就不需要 好 这里拿个包的话 包也可以装很多东西的 不过负载更重啊 这样的话更费体力 先拿个包再说吧 然后 会合点应该是前方那个废区 但是我现在是无法跑动的 但是也要小心啊 这个地方太空旷了 好疼啊 感觉 猪脚一直在惨叫 一直在呻吟 然后这的话 这个废区里面也暂时没有看到任何的人 会不会被打伏击啊 先过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就是刚才所说的会合点 有飞机 兄弟们你可以从隐身出来 我去这样就出来了 哦 他都藏着呢 好 那这样的话 等于是会合点到达 然后这是友军 然后又找到三名友军 这样的话 我们的队伍更加重大了 好 这样过去和他会合 暂时背后还有个 还有个队友怎么跑好慢 然后刚才飞机飞过去的话 应该是没有发现我们的 因为飞机费得太高 呃 视野不是太好的 好 这的话 任完成 移动到会合点 这有四名友军 还有个反腾和兵 还行 这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小队 大概就七八个人了 然后 这一关的任务呢 大概就在这里结束了 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一个 单人的突围和一个多人的突围 嗯 和大部队会合之后呢 从下一关开始呢 就是在 就会我们就会建一个营地 然后在营地里面去 选择任务 去完成任务 呃 总体来说 这个游戏的剧情 其实做的也不错 然后沙河模式也做的不错 那好吧 那这一章的任务 就在这里结束了 呃 我们可以去稍微看一下下一张啊 然后NATO的幸存者 这的话 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岛 然后我们现在等于是 把各 各个 就是根据地的一些小队的 呃 幸存者聚集起来 聚集成 聚集到一起之后呢 形成了一个新的根据地 然后我们现在就锁在这个 新的根据地上 看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就成功来到这个根据地 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 呃 这是最后我们最后联系上的小队 就是说 现在岛上所有的幸存小队呢 就聚集在这里了 然后上负责人是上校Miller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找的人 现在我们把所有人分布成四个小队 从阿尔法到德塔 然后这个詹姆斯呢 他是 呃 德塔小队的 然后我们现在属于阿尔法 刚好获得一个情报 就说一架直升机坠落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直升机附近 找一下幸存者 同时找一下补给等等 然后这也就是下一张的任务了 好的 那这里的话 我们来到营地的话 可以在营地附近搜购 看一下 营地包括可以换一些武器 包括和一些军队的队员对话 包括换一些弹药 换一些武器 换一些配件等等 包括换装备都是可以的 然后等装备换好之后呢 直接去找Miller 然后去完成下个任务就可以了 呃 那好吧 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今天 你可以看到这个游戏 是不是非常非常真实啊 那好吧 那今天由小枫带给大家的 武装突袭3 东风任务的第二期 就在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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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